跟病人講 牙周病其實是一個silence disease 一個很安靜的疾病 當它在侵犯我們的時候 我們常常不自覺 一定要定期到牙科 做口腔檢查 可以早期發現 早期治療 牙周病在國健署 它其實是 在成年人大概80%以上都有牙周病 是非常常見的疾病 但是它有分輕度 中度 跟重度 如果是輕度的話 可能病患比較沒有感覺 但是隨著時間可能變成中度 重度之後 就更難治療 而且將來需要拔牙 枝牙 又需要耗費更多時間重建 年紀小的病患 它其實比較常常會牙齦發炎 它們還沒有到那麼嚴重的牙周病發生 年紀大的病患 常常會有因為 今年累月之後 它們已經時間累積很久 牙齦真的很紅腫 它們也都不知道該怎麼清潔牙齒 我印象就是很深刻 我叫它怎麼刷牙之後 它下次再回診給我 我看到它牙齦就變健康了 有牙周病的病患 枝牙的失敗率會是比較高 但是只要你經過治療 你還是可以有很好的治療成功率 治療前一定要把牙周病控制好 口腔癌它其實是一種 又是更嚴重的發炎反應 早期可能是口窗 就是一種破皮 然後一直沒有癒合 一直延遲癒合的傷口 你可能就要有警覺性 口腔癌它其實好發在冰藍或是抽菸 民眾中都要特別小心 口腔癌在我們台灣比較好發在青壯年常見的問題 那就可能會看到病患有口腔黏膜沒有癒合 或是有些白斑或是一些紅斑紅疹 那我就會請病患到口腔外科做特別的檢查 他們可能會做些切片啊 看看有沒有癌前細胞的病變 敏感性牙齒有很多原因 但常見就是譬如說我們吃了酸性比較高的食物 或者是我們刷牙習慣太大力了 把髮廊紙都刷好了 或是病患有些它就有磨二牙的習慣 把髮廊紙磨好之後呢 就會產生敏感的現象 到牙科診所做檢查 看看是因為蛀牙呢 還是蛀牙的也會痠 還是因為你刷牙過大產生的後續的現象 所以要需要做進一步的鑑別診斷 病患常常告訴我牙齒會痠 我就會問他說 你是不是最近有吃果酸比較高的食物 比如說鳳梨啊檸檬啊柳橙啊 這些可能都會讓牙齒容易酸死 所以當你有敏感性持質的時候 我都建議病患先暫停這些酸性的食物 避免敏感再產生 而且我們永遠不要小看口腔類細菌 現在已經越來越多研究報導 發現口腔的細菌會到心臟 產生心臟相關的風險 最新的研究是口腔細菌到頭腦 變實質症將來的風險 甚至連肺部的疾病都有可能 因為我們口腔可能吸入性肺炎 就會造成肺炎的產生 所以口腔的細菌 絕對不是在口腔內那麼簡單 我們一定要把它刷乾淨